欢迎您来到巴林有声书频道 今天很高兴为您分享 世界超级书籍股票作手回忆录 是一本投资领域的传世经典书籍作者 利菲福·Lefevere E 利福莫尔·Livermore J 第二张价格是最浅的表象 对涨跌下注是小孩子的游戏语 版权信息-18世界一家用三个点的本金和一个点的溢价 都没干掉我 据说他们将采用更加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我 而且他们已经暗示无论如何都不愿再做我的生意了 所以我决定去纽约了 这样我就可以在纽约证交所的贵宾单间里 真真正正地做交易了 我不想去波士顿 因为波士顿也算分布 行情还得靠电报传递 我想靠近源头 这样 21岁的我来到了纽约 身上所有家底加起来共2500美元 我曾经说过 我20岁时就有一万美金了 在美国制堂交易中的保证金就有一万多 但我并非总能盈利 倒不是我的交易方法有问题 我的方法很完美 赢多亏少 如果我能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 就有七成的胜算 19实际上 只要我先确定自己是对的 然后再出手 一般就能赚钱 我失手的原因是 不能足够坚强 坚持自己的游戏规则 市场信号出现之前 不要出手 任何事情的成功都需要掐准时间 但当时的 我还不懂这个道理 这也正是华尔街上众多高手 失足的原因 他们绝不是一般的傻瓜 一般的傻子 随时随地都在犯错 但还有一种华尔街傻瓜 认为自己要不停地交易才行 没有任何人有充分的理由 天天交易 没有任何人有足够的知识 保证自己手手都高明 二是我的经历 证明了这件事 只要我根据经验 仔细解读行情 就能赚钱 而只要犯傻 我就一定会输 我也是人 也会成为犯华尔街傻瓜 不是吗 在纽约证交所 巨大的报价板 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脸 客户们忙着交易 眼看着手里的交易 善变成钞票或废纸 于是 寻求刺激的欲望压倒了理智 在投机型 保证金有限制 玩不长 人很容易就会迅速出局 但在华尔街不一样 人们可以泡在股市 不过股市背后的大环境 频繁地做操作 是华尔街上 甚至大量专业人士 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他们把股票交易 当成了一份 有固定收入的工作 总觉得每天都该赚些钱回家 不过请原谅我 当时我还小 并不懂得我后来学到的经验 那些经验 让我在15年后 可以苦等 两个星期眼 瞅着一只本来就看涨的股票上 窜零个点 才放心买进21 当时我前景 一心想东山再起 我输不起 所以玩不起鲁莽的游戏 我选择等待 因为我必须是对的 那是1915年发生的故事 但说来话长 咱们得另找个合适的地方再说 咱们还是言归正传 说说 我在投机行转了几年后 又眼瞅看着丢掉大部分战利品之后的故事 当然投机行那几年也不是我干纯事的唯一阶段 一个股票做手必须战胜自己心中很多昂贵的敌人 总之 我揣着2500美元到了纽约 这里没有靠得住的投机行 证交所和警察局把他们关得不能再死了 而我也不想再在投机行坐了 我只想找一个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的地方 除了本金之外 别无其他束缚 我本金确实不多 但觉得总有改变的一天 一开始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找一个可以不被黑的地方 于是我来到了证交所的一个会员公司 他在我的家乡也有分布 不过早就倒闭了 我还认识他们分布的几个职员 我没待多长时间 因为我不喜欢其中一个合伙人 于是我来到了爱德富乐屯公司 想必一德富乐屯对我早年的战绩有所耳闻 因为他们很快就开始叫我的外号少年杀手 我长得年轻到现在也还这样 这在某些方面不是好事 很多人都想占我的便宜 但这也让我学会了自强 在投机行的时候 那些人看我年轻 都认为我是个碰运气的傻子 不过这也是我为什么总能打败他们的原因 但是不到半年我就破产了 我频繁地做交易 人们说我总能赚钱 我猜我的交易用金可能都是一笔巨资了 也真的一度赚过不少钱 但最终还是输光了 我非常谨慎 却注定会输 我可以告诉你原因 之前在投机行里的交人 成就注定了我会亏损 只有在投机行里 我那套交易方法才能赢 因为在投机行 只是根据价格的涨跌下注 我只需要看行情就够了 我买进时 价格就在报价板上 就在我面前 甚至买进前 我就知道自己的成交价 而且想卖 立刻就能脱手 由于行动快 我总能成功切到头寸 瞬间套现或止损 比如有时候 我确信一只股票会涨至少一个点 我不会让自己太贪婪 我会设定一个点的止盈点 翻倍买进 一眨眼就赚双倍的钱 或者我就设置半个点的止盈点 这样每天做一两百股 一个月下来也是比不错的收入 对吧 当然 这套策略的现实问题就是 没有太多的投机型 能够承受这样稳定且巨大的损失 即使有这个能力也不愿意承受 他们才不会允许 一个品位如此之差的顾客 在自己的店里天天老赢自己的钱 总之 投机行里那套完美的策略 在富乐囤公司失灵了 在投机型 人们只是在模拟股票买卖 而在富乐囤 这是在真正的交易股票 当报价器显示美国制堂105点时 我能预测它会跌三个点 但此时交易所场内的实际价格 可能已经是104或103点了 当我发出放空1000股的交易委托 去场内执行时 价格可能已经更低了 我不知道到底是在什么价位成交的那1000股 直到我从营业员那里拿到交易报告时 才能知道 同样这笔交易 换在投机型 我肯定能赚3000美元 可到了证券公司 就一分钱也赚不到了 当然 我举的是个极端例子 但事实就是 富乐囤的报价器里 价格总是慢半拍 而我还在用从前的策略 做交易 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更糟的是 如果我的交易量很大 我的卖单本身就会压低股价 而在投机行里 我根本不用考虑 自己的交易会对股价产生什么影响 由于游戏规则完全不同了 我在纽约输得精光 我亏钱倒不是因为纽约的游戏是合法22的 而是因为我完全不了解游戏的规则 人们一直说我善于读盘 但对行情的专业解读能力 并没有就得了我 如果能在场内交易 也许情况会好得多 在场内交易 也许我就能根据眼前的情况 迅速调整策略了 但我现在的交易 规模会对价格产生影响 我的策略还是行不通 总之 我还没有真正了解 股票游戏的真正玩法 我只知道其中一部分 很重要的一部分 这部分对我来说一直很有价值 我掌握了那么多 还是输了 那么 那些新手还怎么赢呢 或者说赚钱呢 我很快就意识到 自己的交易方式出了问题 但又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 我的交易策略 有时会非常成功 但突然又连遭打击 但是别忘了 当时我只有22岁 不是我偏执 不想弄清问题所在 而是在那个年龄 没人懂得太多 公司里的人都对我很好 公司 本来对本金有限制 让我无法随心所欲地玩 但老富乐屯先生和公司 其他人 对我都很不错 所以六个月的频繁交易后 我不仅把带来的 和挣的钱全部输光了 还欠了公司好几百 我这个第一次 被井离乡的小毛孩 在纽约输了个精光 但我知道 这不是我自己有什么问题 而是玩得出了问题 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 我从不抱怨市场 从不责备行情 责任永远不在市场 抱怨市场有百害而无一利 我着急重返交易 于是一分钟也没耽误 直接去找老富乐屯说 我说 爱德 借我五百块吧 干什么 他问 我急需用钱 干什么呢 他重复道 当然是做保证金 我回答 他皱起眉头 五百美元 你知道 保证金是百分之十 也就是一百股一千块二十三 你最好还是记账多那些吧 我说 不 我已经欠公私人情了 不想再记账了 我只想借五百块 出去转一圈就回来 你打算怎么赚 老富乐屯问 我会到投机行里去交易 我告诉他 在这儿坐吧 他说 我说 不 在这里我没把握一定能赢 但我确定在投机型可以赚钱 我了解那里的游戏规则 我感觉自己在这里的交易 好像哪儿出了什么问题 他借给了我 我离开了富乐屯 在这里 我这个投机型的少年杀手 输了所有的财富 我不能回老家 因为那里的投机型 都不接我的生意 纽约也不行 因为这里没有投机型 有人告诉我 九十年代的宽街和新街 有不少投机型 但我需要时 它们却已经消失了 经过一番思考 我决定去胜路一丝 据说那里有两家大投机型 生意很大 在整个中西部都有名 它们利润一定不错 因为在几十个城市 都有分号 实际上 人们告诉我 没有任何东部 投机型能在规模方面 和它们相提并论 它们公开营业 最奉公守法的人 也可以大摇大摆地在这里做 一个老兄甚至告诉我 其中一个老板是商会副主席 但不是胜路一丝商会 总之 我带着五百块去了那 想捞点本钱回到纽交所会员 爱德 富乐屯公司 做保证金 到圣路一丝后 我先去了酒店 梳洗一番后 就去找那两家公司 一家叫多兰公司 另一家是特勒公司 我知道自己可以打败他们 我一定要谨慎再谨慎 确保绝对安全 但我担心 有人会认出我来 揭穿我的身份 因为全美国的投机型 都听过少年杀手的名字 投机型就像赌场 专业玩家的故事会 立刻传得到处都是 多兰公司比特勒公司近 所以我先去了那里 我希望能尽量不露声色 在他们把我赶走之前 尽量多做几天 我走了进来 交易厅大的惊人 至少有几百人在盯报价板 我心里窃喜 有这么一大群人做掩护 就不会有人注意到我了 我站着看了一会报价板 仔细看了一遍 选好了我要做的第一只股票 我环顾四周 看到交钱下单的窗口 下单员正在打量我 我走过去问 这里是交易棉花和小麦的地方吗 是啊 哥们 他说 我也可以交易吗 只要你有钱 他回答 啊 我有啊 我有钱 我说话的口气 就像个吹牛的小伙 你有 真的 他笑着问 我装作器愤愤地问 一百块能买多少股 如果你真有一百块 就能买一百块股 我有一百块 当然 我还有二百块呢 我对他说 哇 天啊 他说 那你给我买二百的吧 我大声说 买二百的 什么 他问 不再细皮笑脸 因为现在是生意了 我又看了看报价板 装出使劲动脑筋菜的样子 告诉他说 买二百股奥马哈 好的 他说 他收了钱 清点后给我开了单 怎么称呼 他问 赫拉斯 肯特 我说 他把单子递给我 我走开 坐在顾客中间 等着股价上涨 我操作迅速 当天就做了好几笔交易 第二天照旧 两天 我供盈利两千八百块 心里暗自祈祷 他们能让我在这里 做够一个星期 照我的速度 一周的战绩将很不错 然后我就可以再去另一家 如果运气好 就能再做一周 我就可以攒点本钱回纽约了 第三天早上 我羞怯地走向窗口 要买五百股 第二T 营业员对我说 我说 肯特先生 我们老板想见见你 我心里明白 游戏结束了 但我还是问他 他见我干啥 我不知道 他在哪 在他的办公室 从那边进去 他指着门说 我走了进去 多兰坐在办公桌后面 他转过身来 指着一把椅子对我说 请坐 利文斯顿 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 我不知道 他是怎么发现我的身份的 也许是他查了酒店的入住登记簿 您为什么要见我 我问 听着 小伙子 我不想和你过不去 明白吗 一点也不想 明白吗 不 我不明白 我说 他从转椅上站起来 一个超级大块头 他对我说 你过来一下 利文斯顿 过来吧 他边说 边走向门口 打开门 指着交易厅里的客户问我 你看见了吗 看见什么 那些人 看看他们 小伙子 那里有三百个人 三百个蠢货 他们养活我和我的家人 懂吗 三百个蠢货 但是你来了 两天就赚了我两周 才能从他们身上切的头寸 生意不是这么做的 小伙子 这对我不太公平 我不想和你过不去 你已经拿走的钱 我就不追究了 但你不能再这么干了 这里的钱不是给你准备的 啊 我就这样吧 前天见你进来 我当时就看你不顺眼 坦白地说 真的很讨厌 我一眼就发现 你不是善茶 于是我把那个蠢驴叫来 他指着那个 犯错的营业员继续说 问他 你都干了什么 他描述了一番 然后我对他说 我不喜欢那家伙的样子 他不是好人 可那个蠢货却说 不是好人 不会的 老板 他叫赫拉斯 肯特 只是个想玩成人游戏的 小毛孩 他没事的 好吧 我没再理他 就游着他了 但结果这个白纸一样的白痴 让我赔了两千八百美元 小伙子 我不怪你 但是现在 我的保险箱已经锁上了 听我说 我说 你听我说 利文斯顿 他说 我知道你的底细 我靠切傻瓜的赌资谋生 但你不属于这里 你已经从我这里拿走的 可以随便拿走 这已经够意思了吧 但我不蠢 既然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 你就快滚吧 小子 就这样 拿着再多蓝公司赚的两千八百块 我离开了那里 特勒公司就在同一条街上 我早知道 特勒付的流油 除了投机型 还开了好几家赌场 我决定去他的投机型 我在考虑 怎么做才算明智 事先谨慎出手 慢慢加大到每笔一千股 还是干脆上来就大干一场 因为 我可能只有一天的交易时间 他们一发现赔钱 就会迅速变得聪明 但我很想买一千股 B R T 因为我确定 可以赚四至五个点的利润 而一旦他们起疑 或者太多客户都在做多 他们可能根本不让我交易 经过考虑 我觉得还是别那么猛 先小手笔的分散交易比较稳妥 特勒公司的交易厅 没有多拦得那么大 但设备更高级 而且很明显 这里的客人都要高级一些 这简直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 所以我决定 买一千股B2T 于是我走到下单窗口 对营业员说 我想买B2T 限额多少 没有限额 营业员说 只要你有钱 想买多少都行 买一千五百股 我边说 边从兜里掏出一大卷钞票 营业员开始开单 这时 我瞥见一个 红头发的男人一把把营业员 从柜台边散开 他靠在柜台上 对我说 我说 利文斯顿 你回多兰公司去吧 我们不接你的生意 等会 我还没拿到买单呢 我说 我刚买了点B2T 你没有在这里下单 他说 这时其他营业员开始聚在他身后 一起瞪着我 不要再踏进这里的门 我们不做你的生意 听明白了没 抓狂和征电都毫无意义 我只好回到酒店 付清账单 赶最早一班火车回到了纽约 真坎坷 我本想多赚点 可特勒公司居然一笔都不让我做 回到纽约 还了富乐囤那500块 我开始重新交易 本金就是在圣路易斯赚来的那笔钱 运气时好时坏 但总体略有盈余 毕竟 我脑子里没有太多需要去除的错误信念 我只要抓住一点就好 富乐囤公司的股票投机游戏 比我原想的要复杂得多 填字游戏的脑残粉 如果做不出周末报纸增刊上的填字游戏 是绝不会罢休的 我也一样 我当然想找到我的字迷的答案 我认为自己这辈子再也不会回头机型了 但我错了 回到纽约数月后 一天来了一个老赌客 他认识富乐囤 有人说他们曾共同拥有一群赛马 很明显他也有过好日子 惊人介绍 我认识了老麦克德维特 当时他正在给一群听众讲西部赛马场上的一个个老骗子 不久前还有个人在圣路易斯搞了一把 他说 骗子头是个赌场老板 叫特勒 哪个特勒? 我问他 个子高高的特勒 HS特勒 我认识那个鸟人 我说 他不是个好鸟 麦克德维特说 简直是个烂鸟 我说 我还要找他算账呢 怎么算? 教训他这种错人 唯一的办法就是打击他们的账本 前两天在圣路易斯我治得了他 但总有一天我会找他算账的 于是我把自己的委屈都告诉了他 啊 老麦克说 他曾想在纽约这里开盘店 没做成 所以在霍博肯开了个分号 有消息说那里没有交易限额 所以玩一圈 就能让直布罗驼巨石梳成跳蚤的小影子 那是家什么店? 我以为他说的是赌场 投机型 麦克说 你确定他开门营业? 没错 几个人都亲口跟我说过 那只是道听途说 我说 你能不能去确认一下 他是不是真的营业 还有他们允许的最高限额 好吧 孩子 他说 我明天一早就亲自跑一趟 回来给你消息 他去了 特勒的生意好像做得很大 蒙吸金 那天是周五 整整一周 市场都在上扬 别忘了 那是二十年前 周六的银行报告常说 又大幅降低银行 准备金了 这是个常识 大吵家们一般都会知道这是进场的好机会 可以从实力不足的小投机客那里挤钱出来 在交易的最后半个小时里 股票一般都会出现回荡 尤其是那些股民最看好 最活跃的个股 这些个股当然正是特勒公司的股民都大量压住做多的个股 投机型非常高兴看到有人做空这些股票 因为保证金是一个点 股价的回踩一把就可以洗掉所有人 只要欺负超过一个点 不管傻瓜们是做多还是做空 两头都是死路一条 周六一早 我就赶到了霍博肯市的特勒分号 宽敞的交易厅里 先安了一块华丽的报价板 外加一大群营业员和穿灰制服的保安 当时交易厅里有大约二十五个客人 我找到经理开聊 他问我有什么可以效劳 我也没说什么 只是说 在马场上 人们可以凭运气赚很多钱 还可以倾囊而出 站着等一分钟就赢几千美元 但在股市里只能赚小钱 可能还要等好几天 一听这话 他开始劝我说 股市比赌马要安全得多 他的一些客户赚了多少多少 他说的天花乱坠 你简直可以完全相信 他们做的是正经生意 真有一个正规的经纪人 在证交所场内为你交易股票 而且 只要买卖做得大 赚到的利润可以满足任何人 他一定以为我正在赶去赌马 所以 急切地想吞一点我的赌本 趁我把钱都输在赌马上之前 先让他赚一点 他劝我赶紧进场 因为周六股市12点就收盘了 这样我就还有一个下午的时间 去做别的消遣 如果我选对了股票 没准还能多带点钱去马场呢 我装出不太信他的样子 他就不停地叙叙叨叨 我看了看挂中 到11点15分时 我说好吧 然后给了他2000块现金 让他帮我做空几只股票 他很高兴地收下了 他告诉我他认为我能大赚 并希望我常来光临 股价的走势正如我所料 厂内交易员开始打压那些 他们认为可以使其阶段性下跌的股票 自然价格迅速下滑 通常在最后五分钟 厂内交易员又会习惯性地回补 价格就会随之反弹 而我那时已经平仓 一把赚了5100块 我去了节头寸 真庆幸我来了贵公司 我对经理说把交易单递给他 我说他对我说我一时不能全对给你 我没想到你能赚这么多 周一上午我一定给你准备好 保证不会有问题 好的 但你现在有多少要先全对给我 我说 你最好让我先对给那些小客户 他说等我了结了其他客户的交易单 我会把你的本金和剩下的钱都留给你 于是我等着他给其他赢家付钱 我知道自己的钱很安全 这里生意这么好 特勒不会赖账的 即使他赖账 我也能拿走当场所有的钱 只能这么干了 我拿回了自己的2000块本金和营业厅里 剩下的800多块 然后和经理说我周一早上会再来 他发誓到时一定把钱准备好了 周一我到了霍博肯 这时刚不到12点 我看见一个熟悉的人影在跟经理说话 在圣路易斯 当特勒公司叫我回多兰公司那天 我见过这个人 我马上意识到 经理给总部发了电报 而总部派了亲信来调查此事 骗子永远不会相信任何人 我来拿你欠我的钱 我对经理说 是这个人吗 从圣路易斯来的家伙问 是的 经理边说边从兜里掏出一捆钞票 等一下 圣路易斯人对经理说 然后转向我 我说 利文斯顿 我们不是说过不接你的生意吗 先把我的钱给我 我对经理说 他用两根手指插出两张1000块 四张500块和三张100块 你刚说什么 我问圣路易斯人 我们说过 我们不让你在我们的地盘交易 是的 我说 所以我才来这儿 哼 不许再来 滚得远远的 他对我吼道 穿着灰色制服的保安 走了过来 看似漫不经心的 圣路易斯人对经理挥了挥拳头 嚷道 蠢货 你早该知道 绝对不能让这个人进来 他是利文斯顿 你接到过命令的 你听着 我对圣路易斯人说 这里不是圣路易斯 你的老板可以对付外行小毛孩 但在这里你耍不了花招 滚得远远的 你不能在这里交易 他喊道 如果我不能做 别人也甭想做 我告诉他 在这个地方 拒绝客户可没好下场 一听这话 圣路易斯人 马上变了语气 你看 老兄 他焦虑地说 帮帮忙吧 讲讲道理 如果你天天这么干 我们真的受不了 你懂的 如果老特勒知道是你 一定会把房顶先了 发发善心吧 利文斯顿 我会小心的 不让你们老板知道 我答应他 你就听我的吧 行不行 看在老天的份上 离开吧 我们出来混口饭吃也不容易 我们也是新来的 刚开始不容易 别让我们开门黑 行不行 下次再来的时候 我可不想再看到你们这 富质高气扬的态度 说完 我转身离开 而他则滔滔不绝地呵斥经理 因为他们在圣路易斯对我不好 所以我才这样从他们身上搞钱 没必要闹僵或把他们的生意搞砸 我回到富乐屯 把故事讲给迈克德为特听 我还告诉他 如果他乐意 我想让他去特勒的地盘交易 先做二三十股的小额 让他们慢慢习惯这个新客户 然后 等我看准机会 就打电话给他 大肆掠夺一番 大赚一笔 我给了迈克德为特一千块 他去了霍博肯 一计行事 很快他就成了常客 一天 我认为行情要跌破 就悄悄通知了迈克 让他全力放空 当天 除了付给迈克的用金和开销 我净赚了两千八百块 我猜迈克斯下里 自己也下了协助的 之后不到一个月 特勒在霍博肯的分号就倒闭了 警方开始介入 我只在那里交易了两次 但他们还是赔得停业了 我们碰到了疯狂的牛市 回彩非常弱 根本吞不掉一个点的保证金 投机型只能干赔 所有股民都在做多 都在赢 收益剧增 投机型的倒闭 风席卷全国 根本停不下来 然后 游戏彻底改变了 与在正规证券公司相比 在老式投机行里交易 有一些决定性的优势 首先 达到保证金的耗尽点后 你就会自动出局 这是最好的止损指令 你最多只会损失 最初的本金 也不会因指令执行不利 而有什么后果等 而且 纽约的证券公司 对恩主们非常吝啬 远没有西部投机型 那么慷慨 他们常把活跃股的盈利范围 限制在两个点以内 比如 美国智唐和田纳西媒帖 哪怕他们十分钟涨了十个点 一张交易单也只能挣两个点 否则 他们会觉得客户赔一转时 赚得太多了 有一段时间 所有的投机型 包括最大的那些 都拒绝交易某些股票 比如1900年大选的前一天 迈金来当选已成定局 所以全国所有投机型都不接受交易 赌迈金来当选的赔率高达3比1 周一下注 你占一会就能赚三至六个点 甚至更多 就算你同时赌不来恩赢 也稳赚不赔 但全国的投机型当天不接受交易 要不是投机型拒绝接受我的交易 我是不会转占他处的 但如果真那样的话 除了跟几个点的波动瞎玩之外 我就永远学不会真正的股票投机了 第二张价格是最浅的表象 对涨跌下注是小孩子的游戏 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张节 第三张 所有的错误都要一一放过 每一个经验都需要真金白银 1 2 5 7 7 8 10